HELLO 大家好,我是VIVI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第七堂課啦 那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堂課就是 一號肝 那我們往下面的影片看囉 那其實啊 一號肝是我們球袋裡面最長的球肝 那大家就覺得它一定是打最人的 那沒有錯 因為大家會先認識一下 像一號肝的肝頭的部分 這邊都有度數 那男生的 因為教練也是打男生的球肝 那男生的肝頭 通常都是從9度 9.5度 然後到10度 10.5度 這些可以去做選擇 那通常你們呢 通常是選擇10.5度就可以了 9度是屬於 比較有力氣的選手在做使用的 那再來是球肝本身比較長嘛 所以你們在揮肝上 動作上 就要做得比較慢 跟你們原本想像的不一樣 很多球員都會覺得說 1號肝比較長 所以我的揮肝速度要很快 那是錯 因為球肝長 肝頭要回來打球的時間 其實是更久的 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球肝要回來打到球 所以身體要等待球肝 回正的時間是更久的 跟7號肝不一樣 所以你在打球的感覺會變成是說 你的身體要等球肝通過 這段時間你要等待更久 才能去做到收肝 而不是說轉得更快 因為其實身體轉得更快的狀態下 你的球通常都會噴到右邊去 而且也是打不到 但是距離會出不來 感身原本的彈性會是打不出來的 這樣理解嗎 那我們現在來講解動作 有一些重點我們往這邊看 第一個是怎麼樣去擺我們的球肝 1號肝是球肝裡面最長的 所以它在擺肝上 球會是偏左腳的內側 所以擺好肝的時候 我們的雙腳這時候是並樓 左腳呢往左邊站一小步 右腳往右邊站一大步 這樣你的球位就會很自然的在你的左腳內側 雙手往前推直 這個動作 也要收縮的 也要收縮的 往前衝直 讓你的球肝跟你的手臂 形成一個雙腳 很大的腳步 切近手腕 不要有腳步 這是錯誤的 好這時候呢 腰就是最被動的 以你的肩膀跟肝頭畫圓為主 肩膀直轉起來 肩膀戴下來 讓你的肝頭畫圓 最後被抽開 好再看一次喔 直轉起來 肩膀帶動 那你就會在螢幕面前會看到 這個圓是很完整的 它沒有拉扯 或是提倒的問題 那我們示範三顆 前兩顆我先做慢的 然後最後一顆再做一個正常的速度 好 先擺桿 左腳 右腳 擺好 我留好囉 後面做慢 你先綁帶 先擺桿 左腳 右腳 頭 頭 頭有好 不要亂動 肩膀帶起來 肩膀帶 手放掉 那如果說 前面這兩個動作 你都順了 那其實 做到最後 肌肉會告訴你 怎麼去用力 那我就示範一次 力量 用力量來打這顆球 先轉 那站就會形成很有力的爆發力 那記得我們的股腳都要提升好 好嗎 那其實一號肝 本來就不難 按照順序 按照步驟來練 就不會太難 那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 可以幫我 訂閱 追蹤 加分享 分享給需要的朋友 那我或是做的 你把它留起來 超越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的影片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